从风华绝代的歌手穷瑶女星 到巅峰隐退再到政坛女强人 人生真的有无尽可能 不可不为之传奇 高金素梅就像是穷瑶剧的标准女主 经历人生各种磨难 淡定的看透生活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全然凭着满腔热血和顽强的意志力 在扮演着她人生的角色 放下苦痛才能沐浴阳光 素颜如画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在我们所熟知的穷瑶电视剧 《还珠格格》 婉君 《青青河边草》 《三朵花中》 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还珠格格》 多年前曾经红尽一时的台湾穷瑶剧婉君 一夜之间捧红了大小婉君的扮演者 于小凡和姬明 还有那个漂亮泼辣 舍身救主的丫鬟燕红 金素梅 金素梅18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在西餐厅做助唱歌手 参加天后张小燕主持的歌唱节目《大精彩时》 以清秀的五官脱颖而出 随后出了不少音乐专辑 山上的野浆花 谢庄 多情痴心 潮等都是她的代表作 有首歌叫做《姑父》 她的爱情时 每一段心动的故事 最后都写着两个字 姑父 1985年和音乐才子郑静一相恋 年轻时 一哥是花心多情 两人相恋三年 金素梅提出分手 八八年和商人黄冠博相恋 两人合伙开了一家餐厅 后因南方公司财务问题 高素梅结束了这段感情 89年开始和高明俊 这位当红的歌坛小生相恋三年 监图一片大好的高明俊 还曾不惜为了捍卫这段感情 公然挑战经纪公司的禁令 不过两人最后还是遗憾分了手 在拍摄电视剧《不了情》 和何嘉静相识而生情相恋 这段高调的恋情维持了三年多 就无疾而终了 但这段感情故事可谓是传奇 当时的何嘉静因九三版包青天 南侠展昭的角色 火遍两岸三地 你是什么人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展昭 金素梅在同年主演了 由李安指导的一部 同性题材电影《喜宴大放异彩》 但金素梅也在事业高峰时候 选择投资开了一家婚纱店 然而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她所有的梦想 金素梅拿出积蓄积极善后 随后从荧幕上消失 闭关疗伤 经历人生重创之后的金素梅决定重返演艺圈 1998年拍了不到五集的《哑巴语新娘》 金素梅被查出患有肝癌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金素梅罹患肝癌之际 何嘉静才得知 真正分手原因 随即前去探望 两人也在当时许下60岁之约 如果60岁时彼此都没嫁娶 就在一块共度余生 现如今 俩人都是未婚状态 但愿约定能如所愿 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无论是和许之远的姐弟恋 还是一杆绯闻对象 这一切 随着重生的金素梅 已经烟消云散 不去追究 就像她的歌 鑽石般闪耀的穷鸟女郎 手术后在家休养 遭遇重生之后 她的人生价值观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她担任了癌症病患关怀大使 而1999年9月21日 台湾中部山区发生大地震 金素梅忍伤痛走访灾区 看着一直不被公平对待 且受灾严重的原著名部落 一种使命感 油然而生 高金素梅就是她开始崭新人生之路的第一步 随后当选原著名名义代表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原著名的群体和文化 她绘画着泰亚族的文脸 意义正言辞的质问众人 一身原著名服装 她的神情愈发笃定 充满自信 2008年8月8日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前 由高金素梅率领台湾少数民族歌舞团体高唱 我们是一家人